如果让军事影迷选择古代军事行动当中最值得搬上荧幕的 那一定是东汉军队跨越千里冒雪翻越天山拯救孤军的这次行动 堪称2000年前的雷霆绣兵 公元75年 匈奴人进攻耿公守户的金浦城 金浦城在这个位置 天山的北路 耿公一驻扎在天山南路的柳中城当中的通辽 关宠后一支援 在这个位置 就是今天爱丁湖的东北角 当时耿公金浦城守军只有几百人 匈奴人却有两万人之中 他们很快就将金浦城围得水泄不通 第一次进攻 汉军的独剑威力让匈奴人军行倒乱 晚上耿公趁势出击 组织甘死队杀了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 汉军也借此机会顺利突围车往舒乐城 匈奴人紧随其后围困舒乐城 舒乐城在今天的七代线也在天山北路 就在这个位置上 匈奴人截断水源 耿公就让将士从马粪牛粪当中挤出水分来喝 同时组织百姓在城中挖井 一直挖到十五丈神终于出水 粮草被断就将马鞍盔甲剑套上的皮革拆下来 竹软郭府 汉军一个个死去 但汉旗已久飘扬 匈奴人派施的精神招降 被耿公杀死挂上城头 一支孤军 一座孤城面对强敌殊死抵抗了一年 耿公派出的使者范江 把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 正值大汉帝国 汉明帝驾崩 朝堂就炸开了锅 心地于朝臣对于救不救耿公这个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说不救 耿公帅数百人抵抗匈奴已经达了三百多天 存活的几率极其渺茫 去救的话也是劳民伤财 此时有一人站出来说了一句 让反对救援的众人万分羞费的话 他说将士们出生入死 现在紧急贯头就放弃他们 对外是纵容满意的暴行 对内是伤害了忠诚的心 如果这次不救他们 匈奴下次犯编 谁还愿意为将 谁还愿意当兵 19岁的汉帝热泪盈眶 当即决定派人去营救耿公 公元75年冬天 张耶九泉敦煌三军的部队 共7000人出发了 公元76年正月 7000人援军赶到柳中城 大败匈奴于车时连军 成功救援官宠一步 但官宠已经战死 但此时呢 关于要不要继续去营救 天山以北达耿公 大家又吵了起来 反对的意见称呢 柳正城距离耿公的部队 还有数百里路 中间横跟着天山 又是大雪风山季节 救援成本太高 再说呢 耿公被围困这么长时间了 说不定早就全军覆没了 但这时呢 有一个人站出来 他就是耿公的部将范强 他之前被耿公派出去 取棉衣 同时向皇帝求援 他坚决说呢 我相信耿公还活着 几个将领都不愿意继续往北走 见范强这态度呢 便分给了他两千士兵给他 范强率着两千勇士 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艰难的翻越了天山 史创没有记载 这两千人在路上死了多少 就是记载了 在收入城胜利会师的一幕 耿公级将士们 听到城外的马蹄声 以为匈奴人又来攻城 纷纷弯弓大剑准备迎战 突然听到城下传来熟悉的汉音 校尉大人 朝廷派我们来接你们了 众人站上城墙 看到城下漂亮的汉旗 顿时喜极而起 泪流满面 高呼万岁 书乐城的守军 能够踏上侯家路的 只有区区二十六人 他们与援军一起 南返东归 但凶人怎么可以放过他们 穷追不舍 他们且战且退 不断有人倒下 三月他们进入了御门关 安全了 二十六人 只剩下了十三人 当时驻守御门关的中郎将郑重 见到这十三勇士归来 感动不已 亲自为他们沐浴更衣 并给皇帝尚书 为十三勇士请功 汉庭拯救大兵 耿宫意义深远 他在昭示失与后人 大汉子民虽然很多 但没有一人可以放弃 大汉领土虽然很大 但没有一寸多余 大汉永远有决心和实力 捍卫领土的完整 和百姓的尊严 西汉陈唐那句 至今令人荡气喉成的名言 不论在古代还是今天 都永远是中华民族 对机遇者和侵略者的严重警告 民犯强悍者随远必如 关注我 在你领略不一样的历史格局 世界格局